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直接采取了搜魂的手段 墨无忌自己才是准圣修为 他一搜魂 奥无伤的石海顿时化作了修罗地狱 各种各样的盗运规则在奥无伤的石海中纵横来去 将奥无伤的石海叫得乱七八糟 墨无忌可不会顾忌奥无伤 他只是用盗运不断翻看奥无伤石海中的记忆 半炷香还没过去 奥无伤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残壕 他的石海 包括石海中的元神 全被墨无忌的盗运撕裂焚毁 墨无忌手一卷 一道火焰落在奥无伤身上 被废掉的奥无伤化作了飞灰 师姐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寻一下持兵和持川 墨无忌留下这句直接扑向了涅槃学功 以他的实力 想完全对奥无伤搜魂并不可能 别说完全搜魂了 就连搜奥无伤记忆中的万分之一也是极其艰难 更不可能保证奥无伤完好的情况下搜寻他的记忆 不过墨无伎也不需要完整的记忆 他只要找到奥无伤关于持兵的记忆就行了 在奥无伤的记忆里 持兵就在涅槃学功 墨无伎刚走 一个瘦弱的身影就扑了上来 这道身影直扑奥仇的元神 可他还没扑到这元神身上 几道炙热的火焰便落在了奥仇的元神之上 奥仇的元神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嚎 此时众人才看清楚那扑向奥仇元神的身影 不过是个瘦弱青年 没等奥仇凄厉的惨嚼消失 这青年又喷出了几道黑色火线 火线很快将奥仇卷住 奥仇的惨嚼声越来越凄厉 元神模糊的面孔争鸣不堪 足可见奥仇此刻备受煎熬 我认出来了 那个是迷真 迷世就是被奥仇灭的 听说是为了一个什么脉 人群中立刻有人认出了这瘦弱青年 几乎在迷真被认出来的同时 更多的人扑向了奥宾河 这些扑向奥宾河的人 一大部分是和奥宾河没有仇 甚至连和奥仇都没有瓜葛之人 他们扑过去 只是想抢奥宾河身上的东西 一位准圣 哪怕世界打不开 他身上的东西也是非同小可 吉林生性田径 自然不会抢夺奥宾河的东西 所以对众多人扑向奥宾河 他根本没有在意 见吉林不管 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对奥宾河的争夺 对这些修士来说 奥宾河身上最珍贵的 并非是他的法宝 而是他的血肉和骨骼 一个准圣的血肉和骨骼 可都是蕴含着准圣道责 一旦弄到一小块 那对自己的修炼将有着巨大的好处 奥式神角很快迎来了混战 吉林眉头一皱 这才对福盛说 让他和自己一道先离开 福盛躬身一礼 是 是祖母 莫无忌只是一步 就落在了涅槃学宫之外 之前他对涅槃学宫 还是有这一丝情感的 但此时 那次情感早已消失无踪 他直接抬手撕裂了涅槃学宫的护震 神念肆无忌惮地横草而出 只是短短时间 莫无忌的神念就渗透到了整个涅槃学宫 很快莫无忌就看见了涅槃学宫的主殿 当他看见了持兵被钉着双手双脚 石川和田尼尼被禁锢在阴明之火上灼烧的时候 他的怒火疯狂暴涨 若是早知道 持川姐弟和田尼尼被傲视两个准圣如此折磨 他可不会让那个傲无伤死得这么的轻松 莫无忌一张手 涅槃学宫主殿紧接被他回去 下一刻 持兵三人全被莫无忌救了下来 无忌 持兵看见莫无忌的那一刻 立刻惊喜地叫了出来 持兵只是被禁锢住道运 然后钉住手脚而已 所以在被莫无忌救下后 恢复的也是非常迅速 相比起来 持川和田尼尼就萎靡了许多 持川在吃了一枚神丹之后 他已经清醒了过来 而田尼尼则一直处在昏迷之中 师父 看见莫无忌那一刻 持川便激动地喊道 我就说师父来了 果然是这样 走吧 傲施神教被我毁了 折磨你们的人也被我废了 莫无忌心中感慨一声 主动送了一丝鸿蒙生息 放到了田尼尼的体内 乾坤鼎是他从武兵身上夺回来的 然后留在了田尼尼手里 看样子 田尼尼到了神界之后 将乾坤鼎交由了持兵来保管 田尼尼清醒过来 随即就惊喜地喊了声师父 之所以能认识持兵 就是因为他四处寻找师父莫无忌 在他的眼里 莫无忌可不仅仅是师父 更是他的亲人 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再说 莫无忌对涅槃学宫 实在是没有多少好感 他很是不明白 为什么奥氏出了两个准圣 涅槃学宫却一个都没有 而且还让奥氏掌控了涅槃学宫 当年涅槃学宫 可说是和神强者最多的地方 按理说 神界修复之后 涅槃学宫应该出现最多的准圣才是 这个问题 莫无忌也只是随意的过了一下 并没有太多在意 他在临走之前 还要去把拜月给带出来 莫门主 莫无忌带着刚刚恢复了些的持兵姐弟他们出来 一名他逼道人便迎面走过来攻身行礼 莫无忌冷冷看着这名道人 原来是他逼神丹王减差 你拦住我有什么事吗 他逼神丹王可是涅槃学宫丹海的第一单诗 他逼神王这个外号虽然很有名 但是根本没人敢当他的面来说 敢当着他的面说 那就是找死 可是莫无忌当着他的面说的时候 他逼道人可不敢有半分的不满 他仍旧满脸堆笑的说 多谢莫门主 为我涅槃学宫出了横行霸道的傲事 还涅槃学宫一朗朗乾坤 莫门主 你将来就是我们涅槃学宫的第一掌控者 你不用担心 涅槃学宫我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至于杀了傲事的两个准胜 涅槃学宫就变成了朗朗乾坤 我是不会信的 涅槃学宫有你这样的人 永远不会朗朗乾坤 我倒是要告诉你一声 你当成警告也行 如果以后涅槃学宫 还敢和傲事这样横行霸道 我不介意将你们直接铲除 他逼道人赶紧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是 监察紧急莫宗主的警告 还有 当年你要寻找的污爪子龙丹丹方 就在我的手里 以后你也别再去祸害别人了 莫无忌心中嘲讽 当年他差点就因为这污爪子龙丹 被这他逼道人干掉 还好他见机躲过了一劫 他逼道人文言心头狂震 他梦寐以求的污爪子龙丹丹方 居然真在莫无忌手里 早知如此 随即他又醒悟过来 自己此刻表现出了异常 会有多么的愚蠢 他赶紧唯唯唯诺诺地说 莫宗主教训的事 无完被谨记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除非有一天你触怒了我 我只问你一声 苍正行前辈去了哪 还有 你自己把拜悦给我请到这儿来 他身上少了一根毫毛 我都会很生气 莫无忌的声音带着淡漠和厌恶 是是是 苍正行前辈和刑母前辈 在离开涅槃学宫后再没回来过 否则 傲尸再嚣张 也不敢骑到涅槃学宫头上来 拜悦现在很好 我已经吩咐人把他请来了 随着他逼道人的话 拜悦被人前呼后拥着走了过来 莫师兄 果真是你回来了 我就说这帮孙子怎么会这么客气 恭恭敬敬把我请回来 拜悦只是被关起来 并没有和持兵姐弟一样 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 走吧 这破地方也没什么好带的 我在神语创建了一个宗门 你和我一起去吧 莫无忌拍了拍拜悦的肩膀 轻松地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不华为您 cab来 不孙是桥凯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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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 biom